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 HK 有一瓶 今次要分享的就是在 Bauhasa Re 2 裡面一瓶隱藏的照片 可以說是這遊戲裡面的獨特福利 取得方法就是去到下水道,這瓶醒之後 在上層的工作室這個位置就可以拿到一卷菲林 再來下層這個位置就可以拿到一條下水道鎖匙 後面爬梯下去就是GEO體的巢穴 接著我們來回下水道上層,工人休息室 就可以用到剛才拿到的下水道鎖匙 進來之後對面就有一個櫃,推開它 接著就可以搭升降機上層 接著我們沿路一直向上走,見升降機就搭升降機 以及走樓梯 就會回到警署這個物室 接著就用這支T型的手柄 就可以回到警署大廳 在客房曬完菲林就會得到兩張照片 就會解鎖到STARS房間的一個櫃桶 如果沒有照片的話是解鎖不到的 回到STARS房間之後轉左就是Albert Wesker的辦公室 櫃桶就在這裡 我們打開櫃桶就會拿到一個木盒 木盒裡面就是閃電之鷹的強化配件 打開就可以拿到紅點瞄準鏡 作用就是令到閃電之鷹的瞄準速度可以加快很多 接著不要走,因為櫃桶裡面還有一件東西就是我們想要的菲林 以及沒有按鈕提示,你需要自己走過去按交叉才可以拿到 其實在原版都有這個隱藏設定 不過就要開開合合她的櫃桶 足足50次才可以拿到這卷菲林 菲林的名字就叫做後起之獸 我們現在看看是什麼照片 曬完之後就會拿到這張後起之獸的隱藏照片 這個女生就是Biohasa1裡面登場的Rebecca 猜不到她有這樣的照片 初代原版的照片曬出來就是這樣 蟲仔版這張照片看上去妙條一點和身材好一點 好了,今次這個隱藏福利就來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like和share給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